大家好,今天是4月30日,星期二 刚刚是第二季的第一个月完结了 首先今天星期二,所以有严正声明 始终还有些骗徒在做事 希望大家要留意,有怀疑请打18222 接着我们来看看今天来说 首先,今天上升的板块减少了 今天市比较波动 明天是假期开始,我们是一天,国内是几天 所以,看看五个上升的板块 有些都是以前很蚊珠的板块,现在升上来 即使这些可能是炒落后 再来看看 电子消费方面,可以自家 还有这些等等等等,可以自家 这些全部都是旧换身的 中国政策方面有旧换身 电器方面有旧换身 接着有煤炭 煤炭方面,加上升上来 大家要留意,煤炭是否 因为完全是炒落后 或是再开始调整完畢 再跟着上升 大家要留意 再其次,就是家庭个人户口 还有户口 还有户口 还有房积业 这些都是炒落后的问题 建筑 因为最近的内房股比较好 所以,开始有好一点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 个别板块方面 个别板块方面 大鸵龜方面 有升有跌 不需要太理计 石油股仍是好的 大市 大市去到上面之后 见了180之后 见了有些少回调 这些回调应该是自然会的 最重要是回调的时钟 回调方面 最好就是这样 因为之前 这是一个阻力 因此,如果能够回调 175至173之间 172之间 会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升上后抽再升 那我们看看 今天要推介的股票呢 第一个推介的 大家想想一下就是 中国有息抗业